2020年10月14号星期三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雪兰儿、吉隆坡及布城 今天开始进入为期14天的 有条件行动管制CMCO状态 多条道路都已经设起了路障 而需要跨越这三个地区去工作的民众 都必须要出示雇主的批准性以及工作证 那如果你是有紧急事务 要从雪龙地区到外州去 又或者是从外州进入雪龙地区 又或者比如说你是要从柔佛 途经雪龙区到槟城去 就必须要先到警局申请 另一方面 我与槟岛东北线的槟城扣留犯监狱 就爆发了新冠肺炎的感染群 坊间就流传说 整个槟岛的东北线都会进入 加强行动管制令 EMCO的状态 但事实上 国防部高级部长伊斯麦沙比利 昨天是宣布 位于冰岛东北线的 槟城扣留犯监狱 及宿舍实行加强行动管制 而不是整个冰岛东北线被加强管制 那么大家就不要乱传了 换个焦点 共争党主席安华昨天就入宫进见了国家元首 安华昨天还说国家元首接下来将会召见各党的党魁 但来到今天国家王公方面就指出 由于雪龙地区今天开始执行为期两个星期的有条件行动管制令 元首在这两个星期都不会见客 这就意味未来这两个星期的所有预约都已经被斩延了 而根据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及诚信党主席默沙布 今早发出的联合文告 两人原本是分别被传照于今天以及10月的21日入宫进见国家元首 但国家王公的高级纪要秘书已在昨天通知他们展延进见的日期 那么另一方面 目前正在居家隔离的首相慕佑丁 今天则是透过线上视讯的方式 在内阁会议之前进见了国家元首 接着我们把镜头转向槟城 目前正在如火如荼施工当中的槟城龙尾弥桶山 平行大道部分的工程将会在明年的5月竣工 这个高度达到55公尺 有10多层楼那么高的公路 届时将会与Rawang Bypass齐名 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离地面最高的高架公路 而掌管滨州房屋 地方政府以及城乡规划事务的行政议员佳日欣 今早在滨州立法议会上 更建议考虑把这条高架公路打造成为旅游景点 让大家来这里跳奔猪跳Bunji Jump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 弥桶山路工地曾在2018年发生严重的土崩事故 造成9名外籍工友不幸客死异乡 另一方面 冰神杜伦在今年的8月不是才发生全数杜伦故障 服务完全停止的情况吗 没想到事隔不到两个月 杜伦服务今早又再次暂停服务了 但这次并不是杜伦故障 而是杜伦码头两个升降台的液压蹦爆裂了 导致升降台无法运作 杜伦无法靠岗 服务又再暂停 而杜伦公司也赶紧安排了免费的巴士再送乘客 而经过抢修之后 杜伦服务在今天的下午也已经恢复运作了 这一节的新闻就给您播报到这里 别忘了谨慎防疫 感谢收看 感谢观看